从今天开始,北大新闻新设了一个访谈板块 第一期的访谈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一二级的本科生 同时也是第四次获得了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侯一凡同学 让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她 首先非常欢迎侯一凡来到我们北大新闻的演播厅 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夺得冠军了 能先跟我们谈一谈这次比赛的感受呢 觉得这次赢得轻松吗 原人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我第四次得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因为我第一次对得起手,从当时来看 无论从等级分,竞技状态以及实力水平 都是相当接近的一个程度 所以那个比赛,虽然最后我取得了大比分的胜利 但是比赛过程是非常的激烈 那么这一次的对手,他是来自乌克兰的穆兹丘克 他无论从等级分,实力,还是以往的比赛经验来看 双方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所以这次比赛更多考验的是除了竞技因素以外的 就是起手的,比如说心理素质以及体能训练等 多方面的备战,客场作战其实要克服的因素会比较多一些 这次对抗赛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非技术层面 所以我很开心我最后能够获得冠军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对自身起立的证明 更多的是我进行了一次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吧 就是克服了诸多非竞技因素 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 其实我需要具备很好的心理素质 比如说国际象棋是需要双方在一定的实现内去下出招法 然后如果说你因为时间不够用而超市也会被判复 这就意味着当你面临实现压力的时候 其实我需要保持好一个非常冷静的心态 然后去淡定的去对于接下来的对局 而不能出现任何比如说慌张或者说焦虑的心情 因为任何一种负面情绪都有可能在你面临相当大的压力的情况下 而使你产生一些思维上的盲点 从而去出现重大失误 尤其是在非常重要的比赛过程当中 所以我觉得一个棋手就是怎么说呢 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进行一些心理方面的调整和训练 我们也知道这已经不是你第一次获得女子象棋世界冠军 这个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这个称号了 第一次获得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16岁 那么时隔5年之后你再一次拿到冠军 跟你第一次拿到冠军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对 我第一年拿冠军的时候正好是10年的平安夜 那次印象还非常的深刻 因为不管怎么说获得世界冠军 我想是每一个职业棋手所需要去为之奋斗的目标之一 我就不谈是不是他的梦想或者说是不是他的终极目标 所以我很开心 因为当时那也是对我自己实力的一次证明 同时激励着我未来去在奇异道路上走得更远 但是现在来看获得世界冠军远没有当时的那种 怎么说呢就初次获得的激动之情了 但他对我就是怎么说呢 在我的奇异道路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成绩 因为这说明了在这几年当中 我是在保持着一种进步的状态 或者说对自己奇力还是在稳中有所提升 16岁就拿到了国际冠军 其实大家在说到国际冠军的时候 前面都会冠以一个最年轻的这样一个修饰语 来修饰这个国际冠军 就显得你的这个拿得特别的有分量 而且一路走过来从刚刚开始学期 然后到进入了国家队 再到拿到国际冠军 似乎一路走得都特别的顺 一直以来我都对这些称谓不是特别的在意 我觉得它只是附加在你身上的一个标签 而去除掉这些标签之外 你才是一个真正的自我 所以不管怎么说 其实我只是侯一反 可以说是一名普通大学生 也可以说是一名国际相机骑手 我觉得这是我的两个本质 那么说到天赋 我承认他重要 但他不是最重要的 无论是你所花费的努力 训练的刻苦程度 以及各种机遇 我觉得这些是促成你取得什么样成绩的主要因素 当然天赋不可或缺 我觉得他就像那百分之一 如果没有他你可以达到百分之九十九 但是如果你只有他 你甚至可以只有那百分之一 你刚才说到你有两个本职的身份 一个是学生 一个是棋手 那么这两个身份在你的生活当中 各占有多少的比例呢 比如说你现在还是学生需要上课 那你会花多少时间平时去训练呢 当我进入北大之后 无论是角色还是身份都有所转换 毕竟校园生活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向往 以及是希望去体验和去自我提升的 所以我也很开心能够来到北大读书 当入学的那一年可以说多多少少有点不适应 一是因为那一年我指的是 应该是第一个学期吧 依然有很多的大赛 像女子的个人赛 以及高级别邀请赛都集中在那一段 那么同时由于你刚入学 无论是环境需要去适应 还是很多新的课程需要去学习 所以两者并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结合 那也就使得我那一阵比赛的成绩不是很理想 当然那之后很快由于有老师同学们的帮助 以及自己在赛程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 可以说是逐渐进入了这种 去把两者尽力达到一个平衡的这样一种状态 在北大也已经待了四年了 你有觉得北大对你下棋有什么帮助吗 北大的这个环境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在北大这四年里有什么特别大的收获吗 我记得最初刚入学那两年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 就是说由于在北大的学习 或者说所接触的环境 跟同学们跟老师们之间的沟通 使得我阅读习惯有了一个本质的改变 因为像之前很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阅读 但是所测中的书籍可能只是不同的小说 或者说那些世界名著 就是我小时候就一直喜欢看那一类 阅读面还是并不是特别的多样化 那么由于进入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那么学习了相关的专业 以及去就是去学习了不同的课程 很多别的院系的 那么对我的阅读习惯就是产生了很大 很根本的改变 现在可能会阅读面更广 然后会对各种各样别的书籍感兴趣 我觉得这也是间接的对我其实产生了帮助 因为当你的阅读面开阔 视野开阔了之后 可能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问题 那么再接下来一步 我觉得是思维模式的改变 因为像很多课老师 他并不是教你一些书本上固定的知识 然后把这些有形化的东西灌输给你 而是教你如何去看待问题 如何换一种角度去思考 在不同的情境下应当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去类推 其实这一方面也是有很多可以借鉴到我的比赛当中 尤其是在训练当中 比如说无论是你准备对手还是收集开局 我们这么多年可能已经有一套相对来说固化的模式 那么由于学习了这些知识 有时候我会在想 为什么我不换一种角度去研究对手 为什么我不换一种思维去想 这个开局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在这方面还是对我就是作为一个棋手的身份产生了很多的帮助 那么就是提到这几年在伟大的学期 我觉得还有一个收获就是这种心理上的改变 由于说我有两种不同身份的转换 也花了很大一部分时间跟精力在学业上 这自然而然会使得我在面对比赛的时候 心态上更加平和 更加从容淡定 因为像以前如果重心一直在比赛当中 可能会长期以来处于一个比较高压的状态下 那么久而久之会对比赛的结果产生多多少少一定的影响 那么由于我是学生的身份 同时我要兼顾学业 我需要学习新的知识 那么可能一些人看来会觉得这样的话 你的时间更紧凑 就像我很多骑手朋友都说 我怎么觉得你都挺不下来 就一直以来不是处于在赶这个代狼 但其实我说这其实都是对我另外一种放松 比如说我从比赛当中立即回到学校 然后需要去补一些课程上的知识 或者说准备考试 这对我就是一种放松 因为你的大脑思维是处在完全一种不同的环境下去运营 那么从学校比如说放寒暑假了 那么这是我要全力投入到备战当中 那么国际相机对我来说又是一种新鲜的活力 它经历着我去更好的去挖掘它 其实在北大也有很多喜欢棋牌类的同学 北大还有一个专门的国际相机协会 对我这两年就是是会长 其实国际相机协会也是咱们学校的社团之一 那么看名字我们就知道 主要我们是侧重于国际相机 可以侧重于棋艺本身 像我们有时候会举办一些内部的交流比赛 或者与大家分享一下最新的棋局 大家交流一下想法 我也希望将来国际相机协会 能够更侧重于一些对外交流 或者说国际交流 因为像现在世界上 尤其是欧美地区的一些高校 无论是像哈佛流金等 他们都有一支国际相机队伍 而且水平很高 他们有时候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 他们都有就是国际相机的大学生比赛 而像他们那些比赛 可能参与的棋手都是专业水平 当然他们也是就是普通的大学生 学业很好 但就是说他们国际相机水平挺高的 而像北大之前也与哈佛进行过 国际相机的交流活动 但是可惜的是最近几年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停止了 我也希望未来能够继续 就是重建这样的交流体系 不光是某一所高校可以与欧美不同的高校 我觉得这是对于咱们学生一个 对外交流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你刚才说拿到国际相机的冠军 是每一个棋手的梦想 现在你的梦想已经实现了 算是实现了吗 其实我刚刚说了 就是可能是一些棋手的梦想 但是对于我来说 它只是目标之一 那你还有之后更长远的目标吗 我觉得在未来怎么 最重要的我希望能够提高自己的竞技水平 首先是希望等级分稳中有升 我想说一下 就是等级分其实是国际相机当中 衡量一个棋手最客观的标准 它会随着你每一盘起对异的结果而产生变动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将你的等级分 一直保持在一个级别 或者说一直在稳中有升 那说明你总体的状态是很稳定 以及是一直保持着一个进步的状态 所以我希望我能够继续提升自己的等级分 因为像我现在的排名 在全世界或者是男女混合的排名 是进了前100 但是还没有进到前50 所以可以说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以及更多大赛的断念 能够像这种世界男子顶尖高手放弃 更多的挑战吧 那我们说完了比赛再来说说 你现在是一二级的本科生 马上也要毕业了 那么在你追求更高的排名的 国际象棋这边更高的排名的同时 你在毕业之后有什么其他个人的前途的打算吗 对 我今年夏天就要毕业了 毕业之后 在这之后 其实我原本是打算继续申请出国读书的 但是由于今年赛程有很大的变动 那么很多原定于去年的重要比赛 都延迟到了今年的年初 那么就对我学业上的计划也产生了影响 那么据目前的形势来看 我觉得我可能在毕业之后先gap一年 然后在这一年可能去参加一些比赛 再提升一下自己的水平 那么同时也希望能够申请17年 就是继续出国深造吧 当然这只是目前的一个计划 我觉得眼下还是先准备好毕业论文 以及这学期的课 然后再看 好 非常感谢侯亦凡今天来到 我们北大新闻的访谈的板块 那么也再次祝贺他第四次获得 女子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这样一个荣誉 所以让我们再次祝购 你还能够输得 你还能够做 你还能够做 对 你还能够做 对 我还能够做 你还能够做 你还能够做